讓我們大家來到神的面前祷告感恩 主啊我們感謝你因為你是創造宇宙的祖宰 我們在這個感恩節的後面 我們仍然不忘向你感恩 主啊我們求你這個時候 讓你的子民在你面前奉恩 你開我們的心 使我們能夠看見你的容憐 能夠聽見你自己的聲音 我們將祷告奉耶穌的聲音 阿們 今天講一個題目叫做 在復讀中感謝神 這個是因為這週是感恩節 我有兩個題目在詩講 一個是在貧窮中感謝神 一個是在福祉中感謝神 我想你們比較喜歡這個 其實在聖經裡頭 能夠在貧窮中感恩 也是一個滿大的祝福 但是今天我就集中在這個題目 在步驟中感謝神 用這個生命節第八章這段經文 到後面我們才來看這段經文 感恩節可能對一些人熟悉 可能對一些弟兄姊妹也比較陌生 因為你在美國的時間可能不是很長 這一個節日在美國來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這是聖誕節感恩節非常重要 但是慢慢我看見在別的國家 亞洲的國家有些人也有感恩節 不要從聖誕來思想一下感恩 他的意識到底神要見到這樣的一個節日 提醒我們什麼 第一個感恩節不是在美國開始的 第一個感恩節是在聖經開始的 那如果你了解這個聖經的歷史 知道以色列人曾經在埃及居住了四百年 尤其是後面一段時間 他們成為法老的奴隸 生活在一個沒有自由堅固的日子裡頭 沒有自由是很可怕的 我理念沒有錢 我不要沒有自由 所以自由的重要性 只有當我們沒有自由的時候 才明白什麼叫做自由的意思 人很難把自己從這種問題 你罪惡困境中把自己帶出來 我們很難 我們很難做到 所以你看有時候 我們只要有一點小問題 我們就慘了 不能夠處理 很窮的時候 很難脫離 家庭有問題的時候 很難找到一個簡單的答案 孩子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也不曉得怎麼辦 你發覺我們人的力量真的很少 所以以色列人的困境 對他們來說 他們是沒有辦法 脫離那種 瑕疵沒有自由的困難 不管你人有多少 你只要在一個牆前的政治體制裡頭 你很難出來 只有一位可以做得到 就是上帝 可是神就對摩西說 你去埃及到處法老 讓我的百姓可以離開埃及 對摩西來說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他自己也是從埃及逃出來的 你叫我這個摩西回去帶領 你叫我這個摩西回去帶領 他絕對發到不會聽從我到處 他也不可能 把一群他認為對他很有價值 這一群 以色列人 把他放出來 那個是不可能的 他的經濟不是垮大嗎 但是摩西就去了 然後其他的故事裡都很清楚 只有上帝可以改變歷史 只有上帝可以叫一個正確的法臺 所以他老是能夠讓以色列人離開 所以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是被動的 不是主動的 不是我要出來 是因為上帝的工作 所以使他被動的去順從這一個潮流 所以他們就出來過我洪海 讓他們經歷那種不可能的事情可以發生 洪海竟然為我們打開 然後在匡野漂流的日子裡 也是滿漫長的 本來很短 就是因為人不曉得怎麼樣信靠上帝 結果只有十一天的路程 變成十四年的路程 所以人一點的差錯 可以使我們浪費一生的時間 以色列人的歷史就是這個前程 你不跟從上帝 原本十一天的路程 可以成為你一生十四年才要做完的路程 貧窮啊 做到四十年貧窮的日子 學到什麼呢 有很多東西可以學的 是貧窮終點被感恩 但是今天我不談這個 後來 他們終於到達加南基 如果你從埃及十一天就走到加南基 那個對比不是很強烈 就好像你 你這個 像今天啊 你十一天不算長的時間嘛 一個半禮拜出門回來 還是一樣 你從埃及到加南 那個對比不強烈 但是你四十年在匡野裡頭漂流之後 那種困冷的日子 一無所有的日子 突然間你進入加南 的話那個對比太強了 太強了 所以在神明記有一段經文 在二十六章這一段經文 很重要的就是 摩基對以色列人說 他們還沒有進去 但是他在進去之前就對他們說 他說你進去得了耶和華 華尼神所赐你為燕之地居住 在加南基 你進入加南基 你不要一進來 華尼就開始買房子了 你買車子啊 去考試駕照啊 不是 不是 他說你進來的時候 你要從耶和華尼神所赐你的地上 將所收的各樣出手的圖章取現了 聖在房子裡 往耶和華尼神所選選 要立為他民的居住 意思說你將來進入加南基之後 你就開始進入一個 所謂正常的生活 人可以分到地 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園 這個是很正常的一個情況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tricky 我以為這樣tricky 就是有一點要小心的地方 因為你進入這種所謂正常的生活的時候 人就開始把所有的重點 創在這些所謂我們講的正常 正常是這什麼 考驕照啦 買房子啦 買車子啦 找一個那個校區啦 然後度假啦 就開始進入這種所謂正常 大家做的事情生活 其實這個沒有問題的 只是神要告訴以色列人 你過了半年一年之後 你當然會有收成嘛 收成的時候 你一定要 把你田裡那些粗熟的土產 什麼叫粗熟 你們知道什麼叫粗熟 第一個脖子 the first fruit 你家裡可能種了什麼橘子 赤子之類啊 你說馬數都是脖子 第一粒熟的那個叫做 粗熟的脖子 以前我的教會有一個弟兄 我覺得他很愛主 為什麼他很愛主呢 因為他總是不忘記我 每次他家裡那個粗熟的果子 是給誰呢 給劉牧師的 所以我說他很愛主 就是劉牧師 每年那個他家裡種了好多的果子 獅子也有 還有魚子也有 他總是那個粗熟的果子 他就 就拿到我家裡來 他說他是廣東人 牧師 牧師 到今天還沒有忘記這個地說 因為他把粗熟的果子丟了 所以粗熟的果子就是那個熟的 一般上我們人 那粗熟的 哇太好了 踩下來就吃掉了 因為你覺得這是我 我應得的一個喪失 所以神對 摩西對一些人說 粗熟的果子 你拿起來放在籃子裡頭 放在哪裡 聖手去 上帝要吃果子嗎 我是要吃果子啊 你改成你們出熟的果子 給我 我謝謝你啊 我一定吃啊 但是神要吃果子嗎 神需要食物嗎 神需要那些偶像 人家祭品 讓他能夠敬拜他嗎 完全不行啊 那把這個粗熟的果子 拿到聖殿裡頭 擺在那邊有很大的意義 你看第三節說 見當時做祭司的 就是當時的祭司 你對他說 我今日向耶和華 你神 明認 明認就是 declare 宣告 宣告什麼呢 我已來到耶和華 向我們列祖 啟示 應許 赤點 我們的地 所以那一個奉獻 有一個很大的信息 它是一個證據 它是一個證據 它不是要給神吃 不是給上帝 它是一個證據 這個證據裡頭 有一個信息 就是我們今天能夠來到這裡 是上帝 應許裡頭 所實現的一個應許 這個就是一個證據 這個就是一個證據 這個就是祂的信息 你拿到這個珠熟的脖子 你看 幾百年來 以前上帝就跟我們說 將來 雅座拉罕 雅座拉罕不但有後裔 他還有土地 他還有祝福 這三個 這三個是上帝講過的話 是祂的也許 今天 竟然是天 你看 我們有人 我們有這個地 地所出產的這個脖子 就是祝福的平均 所以這個就是感恩 這個就是平均 所以在感恩節裡頭 最表面上 看似一個祝福 但是看進去 你是要看到上帝 所以感恩節 是一個 讓人家看見上帝的一個景色 但是我發現 在美國感恩節大家談什麼 談什麼 火雞 我覺得感恩節最可憐就是那些火雞 所以你看台灣還要到百公尋求 串骨種種的豁免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感恩節不是有一個豁免會嗎 那兩隻火雞 知道誰知道這兩隻火雞的名字 你們都不懂啊 一個我跟一個叫做bread 一個叫做butter 就是麵包跟牛油 所以在百公感恩節有個特別的一個 很有意思的一個美國傳統 有兩隻火雞在那邊 川普就按手在這個火雞的身上 說我今天赦免你們兩位 為什麼赦免呢 因為全部火雞都完蛋了 只有他們兩隻才活動 過敏 在感恩節 很有意思 教導我們一樣事情 我們所相信的上帝 他講過的話 他一定 是行 我們人最不足的地方 最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們講過的話 我們不做 我們講過的話 如果還沒有忘記的時候會做 再過久一點也忘記 你不做了 但是上帝的也許他講過 但永遠 他不會忘記 他也會做 所以這個出手的果子很重要的 第四節就說 祭司 就從你手裡 去做筷子 放在耶和華 你神的盤線 然後他說 耶和華 現在我把你所賜給我 地上出足的土產奉了來 表示這個土產 教在祭司的手中 祭司也做了這個宣告 隨後你要把方子 放在耶和華你神面前 向耶和華你神下拜 下拜就是完全敬拜這一位上帝 肯定他 相信他 相信他 順同他 這個下拜這個儀式 在聖經裡頭 是蠻有意思的 然後下面就說 要因耶和華你神所賜你 和你家的一切福分 完了 無分啊 上帝從前 允許亞布蘭三樣事情 一個就是 你會有後代 結果 亞布蘭的後代很多 本來 撒拉還擔心 就是怎麼可能呢 我老早 我們都過了這個生意的年齡 但是上帝給他們後代 第二上帝給他們地 他們已經在家人地 第三 他們已經有福分 這個儲產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證據 而且要為這事情管理 所以我談談在想 快樂到底從哪裡來 有些人覺得我沒有快樂 所以他們就去做一些 覺得可以給大家快樂的事情 比如說去玩玩啊 找東西吃啊 所以這些 的確是有一些快樂 但是當你不做的時候快樂也不在 但是在四義節結論裡頭 真正的快樂是怎麼樣呢 真正的快樂就是當 一個人可以享受到這些東西 我們知道是來自上帝的 那種快樂是很久了 不需要很多 也可以很快樂 因為你知道就是來自上帝 所以他為這第一切五分 能夠感覺到快樂 所以在第一個感恩節 聖經所記載的感恩節是很早很早的時候 就開始了 感恩節 這是我看聖經 我認了 這是第一個感恩節 以後 我們美國的感恩節 是根據這個傳統出現的 好 我現在要講第二個感恩節 第二個感恩節就是美國 我們的感恩節 你知道美國的感恩節在什麼時候嗎 久了你就會說起 是在每一年的 十一月 第四個禮拜 第禮拜四 有意見 每年的十一月 第四個禮拜的 禮拜四 就是我們的感恩節 我們感恩節還沒有過完 這個感恩節 怎麼在美國開始呢 有不同的歷史的故事 所以大家會有一點稍微不同的解釋 但是我就根據這一個是比較正統的 比較多人講的 就是1621年 就是這個青教徒 歐洲的青教徒 他們到新大陸 就是美國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宗教的 所以有一些基督徒 他們就離開歐洲 離開英國 渡過這個大西洋 渡過這個大西洋 就登陸在 就是美國的東岸 中北的東岸 就是馬省 還有 New England這些地方 因為我住在東岸很久 所以我對那些地方也比較熟悉 所以那些青教徒 就開始 在那一帶東北 美國東北那些地方 就定居下來 那時候 這個 加州沒有人了 加州是沙漠 沒有人要來 所以在1621年 有一幫清教徒 他們就開始 慶祝第一個 所謂的 美國的感人節 美國的感人節 當時那個地點叫做 Pleymor Foundation 在波士頓 東南邊 波士頓 中南邊 那個地方 他們就 清除了第一個感人節 那根據歷史呢 有53個清教徒 然後有90個印記案人 大概一種清除 共三天的時間 所以當時就是 一個感人節才開始 一、六、二、一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 因為感人節慢慢就在美國 盛行了 到了林肯的時候 林肯總統 他就說 Thanksgiving and praise to our beneficent Father who dwell in the heaven 所以感人節 當時林肯總統就把他 宣認為一個 一個向上帝 感謝的一個節氣 所以美國感人節 很有信仰的意義呢 是為了感謝上帝 不是給大家高興的一個節氣 清教徒 為什麼在清教徒會舉行感人節呢 其實在歐洲的日子 也是蠻豐盛的 但是等到他們到了新大陸 新世界的時候 我們叫劉沃爾的時候 就是這個美國大地 他們沒有想過這個地方 更豐富 你們覺得加州豐富嗎 很豐富 但是加州只要你把他的水切斷 他怎麼都不深淵 我們加州的彩水果 全部靠住嗎 所以你一塊蓋出來 連你家裡的草地也是要靠住 在加州是在這片荒野來的 你只要把那個水切掉 我們南加州這些人都要咳死了 不是餓死 是咳死 但是如果你到美國東安的時候 你當時的人一看過這個地方 都是蘇聯 你從美國東北 你到蘇里達 差不多一千 兩千公里的 大概最少兩千公里的距離 他們都在早期的時候 這個樹密密麻麻 他說這個松鼠 如果他在新英格蘭的樹上 開始跳跳跳 可以跳到過圍了 呼不下來的 為什麼呼不下來 因為 蘇是樹 後來大家把它樹砍掉了 所以就開始跟住 那種豐富 只能夠提醒他們一樣是錢 這是上帝的祝福 所以感恩前是這樣開始 那為什麼要吃火雞呢 我這次沒有空去查 為什麼火雞成為大家喜歡 喜愛的食物在感恩前 但是如果你回到早期美國一時的時候 哎呀到處都是火雞啊 到處都是火雞 所以你要吃火雞 很簡單 拿一把槍去樹林裡頭 你就可以找到火雞 說火雞是很普遍的一種 悲情在美國裡頭 這可能是這個緣故 我記得就成為 一個感恩節大家吃火雞的一個情況 很富足 所以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當你人進入一個很富足的生活裡頭 有沒有危機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們幫到額外來住有沒有危機 沒有 沒有 你還沒有住酒 當然一個地方很豐富 有很多好處 這個酒對是沒有問題 有沒有危機 有的 那個危機不是 能夠一下子給你看見 但是如果你不注意 它就成為你的陷阱 這個就是我要談的 另外一個第三個題目 叫做活在豐富者 在聖經紀的八章 摩西就提醒以色列人 告訴他們 這個迦南應許地是怎麼樣豐富的 你從前在埃及 在礦野裡頭 你發現真的是一無所欲 但是你到了這個迦南地的時候 你就發現這個地方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你們什麼人到過以色列 有沒有人到過以色列 有沒有 舉手看看 另外一個 另一個 你們有沒有確保 你們覺得以色列美嗎 應該他們都不認美 如果你到以色列的時候 你發現它跟我們家都差不多 就是很多沙漠 很多沙漠 很多石頭 樹木也不是那麼多 所以對比來說 這個以色列的地 沒有我們美國的地那麼好 如果你到美國到加拿大 你發現我們是第一個很好 所以因為這樣的一種比較 所以這些拉比 有猶太人的拉比 所以他就在想 他說為什麼 摩西要把我們帶到這個 迦南地 the land of Canaan Canaan 我們教會叫做Canaan 你們知道嗎 Canaan 他說為什麼 摩西要把我們帶到這個 Canaan 他們明白 他可能摩西聽錯了 其實上帝是說 你帶他們到Canada 不是帶到Canada 不是帶到Canada 這個拉比覺得 這個以色列地 並沒有比加拿大 加拿大一共不同地的角度來講 但是你不能夠這樣比 因為當時你比較旷野跟以色列 所以這個以色列就美麗得多了 這個對比 所以這個豐富這個概念是一種 禮教的概念明白意思嗎 有些人你給他 一萬塊他都還蠻油的 他覺得有十萬我就可以摩衣生 我覺得很幸福 有些人給他一百萬他覺得很不夠 他覺得一百萬我還是糗 他要一億他才覺得有錢 第一說富足這個概念是一種 相對的概念 relative概念 所以上帝給以色列人 這個加拿地 是很有意義的 為什麼它很有意義呢 因為他基本上的東西都有 一個地最重要的是什麼 水 你沒有水 這個地沒有用的 所以我說加州你只要把上面的核切斷 我們全南加州人都可以搬到北邊去做 這個不好 水 是最重要的 他說 因為耶和華女神 提你進入美地 看美地 那地有何有泉有緣 從山谷中流出水來 你用水還不夠 你要什麼 你要糧食 你要糧食 所以人基本上靠兩樣東西就可以活的 你要有水還有糧食 你有水有糧食 其他東西不需要抬頭 你看就是什麼 小麥和大麥 OK 我問你 小麥好吃還是大麥好吃 我跟你講 大麥是給牛吃的 它有葡萄樹 五花果樹 石榴樹 橄欖樹 和米 你知道這幾樣東西 人家說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你知道這幾樣東西 今天的人把這幾樣東西當作什麼 Healthy food OK 你知道那個sprout 到那個trailer Joe 這些就是他們賣最貴的東西 所以你不要吃別的東西 這個才是最好的點 你看上帝知道怎麼養他自己的百姓 很富足喔 現在我要講 富足中有什麼危險呢 他說你要謹慎 你從來沒有很少人教導我們說 你現在錢很多你要小心 很少人跟我們講這句話 人家只會告訴你 你現在沒錢你要小心 你很多錢很少說你要小心 你很聰明你要很小心 你考第一名你要很小心 人家說你考最後一個你要小心 人最大的威脅 常常不是從下面出來 是從上面下去 你沒有的時候 不是很多威脅 你有的時候 那一個威脅很大 他說你要小心 小心什麼呢 免得你忘記耶和華 你的神不守他的誡命 典章利率 就是我自己所 他不是說小心 將來你會沒錢 將來你住不起房子 將來你沒空氣文算 他不是講這些事情 他是講到人生最根本一個問題 如果你忘記上帝 你所有的東西 我自己獨一無所有 他真的是這裡 感恩跟亡恩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對比 然後十二節說 恐怕你吃得飽不住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吃得飽不住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加多 你的金银增添 為你所有的權都加震 這個有什麼好擔心呢 我吃得飽 我的房子漂亮 我的牛羊很多 我的銀行存款很多 我叫什麼都有什麼 這個有什麼好擔心呢 很少去擔心這個事情 我們擔心是怕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不是擔心有這些東西 你看我們不是很明白 人生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 在這裡我就講到一個叫自負程序 就是一個人追求財富的那條路線 人怎麼樣 從沒錢變成有錢 從無變成很有 你就是走這條路 你好好寫下來 以後你到處走 說不定將來你 要什麼都有什麼 人 當你吃不飽的時候 你真的很努力去自己吃飽 現在年輕人可能不了解 但是我們那年紀大的人都明白 從前真的是吃不飽的 你從練書的時候 可能大家還沒有錢 所以當時候 哎呀 拿到一份工作 拿到一份薪水 那時候吃飽的日子才開始 當你吃飽之後 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買房子 對不對 所以你們來二萬 我都可以猜出你要做什麼 對啊 買房子啊 你房子有了 下一步是什麼 牛羊 牛羊就是你的事業 牛羊加多就是 叫你的羊牛多生幾隻 你的事業就發展 然後當你事業很發展的時候 下一步就是什麼 那就把它變現成為現管 就是你銀行還是有錢 當你很有錢的時候 下一步做什麼 你想要的東西都可以做到 人都在走這條自負的一個路線 很正常的 沒有問題的 因為 因為它也代表上帝的祝福 但是 要很小心 你這條路 要很小心 為什麼很小心呢 你看 它後面說什麼 你就 有心高氣傲 忘記也萬一的事 為什麼一個人 從 沒有的事 吃飽 買房子 事業發展 很多錢財 最後什麼都有 沒有 不然會變成心高氣傲呢 如果你不相信 你去注意一下 凡是朝這條方向走的人 都非常驕傲 一定它成功 為什麼它會驕傲呢 我現在問你 你從沒有的吃到你吃飽 要花幾年 要花幾年 比如說我做同學生 也要練習好幾年 對不對 上個四五年 吃飽了 你吃飽 到你買一間房子要幾年 在二萬要幾年 三年五年十年都可能 看你本能有多少 ten years 從你有了房子 又把事業發展起來 又要幾年 算到五年 快要快要多少 十五年 然後當你 事業發展 錢財累積很多的時候 要幾年 那最少也要五年 對不對 二十年 等到你說 哎呀我終於賺夠了 可以去享受了 那時候你幾歲 大概六十歲 好我問你 這條路長不長 有些人長一點 短一點 那但是你要 每一個東西都能夠大到目標 你知道不是容易的 你從沒有到有 你知道你要花多少時間嗎 你知道你要犧牲多少的 就是崇拜嗎 你知道你要犧牲多少 事奉的機會嗎 因為你每天想來想去 就是花很長的時間去 make it happen 在這個過程裡頭 當然會忘記上帝 為什麼會忘記上帝 變成今天成為二萬的第一個首富嗎 你明白我在那講什麼嗎 easy 你明白我在講什麼嗎 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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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驕傲 就是當你不把上靈化的心 一直以為 是我做成的 所以你看十七點頭 恐怕你心裡說 這貨才是我的力量 我能力得來的 這叫驕傲 這 有也很危險 如果一個人因為你成功 你驕傲 我有時候理念你不成功 變得謙卑 我不是說 你不能追求財富 成功 但是你一定不要忘記 所以感恩節很有意思 所以感恩節除了把火雞吃掉之外 便宜不要忘記神 你可以忘記火雞 我無所謂 不要忘記 這一節經文很重要 你吃得飽足 就要 稱頌也要完 稱頌也要完 讚美神 感謝神 要稱頌 因祂將那地施給你 所以意思是說 你要感谢上帝 因為今天我所有的一切 雖然是我辛辛苦苦念書 賺錢得來的 但是 終歸都是上帝給我們的 因為如果上帝不給我們 你留照片 你花多少力量 多賣力 都不會得到 你一定要記得這一個 這是很重要 不要感恩 所以感恩有 我覺得有兩個意思 一個意思就是說 不要忘記上帝 所以要感謝祂 第一個意思呢 感恩節 是怎麼把我們的感恩 變成我們的事奉 怎麼事奉呢 我最近看到兩個故事 很有意思的 一個就是一個女兒子 她的名字叫做Adrian Texis 就在Texis 高中畢業之後 高中畢業之後 她就為了上大學 就去打工 所以她在Windy 你們知道 Windy這個餐館打工 她為了省錢 所以她就平常 就走路去上班 走路回家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 特別的地方 她的家裡 她的餐館 一趟要走七英里 回來又七英里 所以她一天去上班 一共花了四個小時 上班 比我們加州開車的很多還差 走路 她為了省錢 所以有一天她 她在服務兩個一對夫妻的時候 他們跟她談話裡頭 這個老夫妻就問起她的情況 她就把這個故事 講給他們聽 那兩個老夫妻 這個夫妻 聽了之後 他們有點感動 他們很想幫助這個Adrian 這個女孩子 所以他們就 就出去買了一輛 Use car 舊車 叫做 2011年的 Nissan Sentra 你有聽過這個嗎 Sentra 以前我念書的時候 我也是開 這個Nissan Sentra 這輛車 我那輛 也是用過的車 老車 爬山 就是最後一個 才到那種車 她就把這個車子送給她 那個女孩子真的很感動 甚至流淚 我問她說 我到底怎麼可以報答你們 這個夫妻就跟她講一句很簡單的話 她說 你不想報答我們 什麼 她說 如果將來你能夠的話 多去幫助別的人 這個女孩子沒有忘記這句話 她現在上大學了 也是最近發生的事情 你是一個人 你蒙恩 當你感恩的時候 你做什麼 我們基督徒蒙恩 我們感恩 我們做什麼 就根據這個老夫妻的一句話 就是說 你去 把神的事情做在別人身上 這是她講的 第一個故事 我在講的 有一個媽媽 因為跟丈夫的關係不好 後來丈夫把她趕走了 她就44歲吧 帶到她16歲的女兒 叫做Ashley 她的名字叫Sandy 所以Sandy 她叫Ashley 就走了 你平常依靠丈夫的 人一下子 你沒有地方住 那也蠻可憐 結果他們 就住在這個Motel Motel 這個 知道我們嗎 旅館 Motel要付錢 不是免費 所以她一邊打工 但是過了一陣子 發覺 根本就沒有辦法付這個Motel的錢 結果兩個人就 就落在這個街道 最後住在這個塔 我們這兩個塔 那是不能住的 那就住在那個塔裡頭 就打出帳篷 睡在那個硬地上 那段日子滿辛苦 那更辛苦的就是 他們也不想到外面去討錢 結果最後他們剩下的錢很少 一周 我們一周 大概花在去買Grossery的錢 大概多少 我們多少 比如說你去Costco買食物 大概花多少錢 兩三百塊 沒有那麼多 一周大概一百塊 算了一百塊 但是她只有六塊錢 一周六塊錢 一塊錢買一個麵包 就要買六個 七個 很可憐 從來沒有覺得人生那麼卑微 那麼難過 一無所有 那麼絕望 那後來一個牧師就看見他們的情況 就把他們帶到 一個基督教班的 一個叫做Family Promise 是家庭的希望的一個機構裡頭 把他們安頓下來 讓他們有些事情做 從這幫助他們起來 而且他們感人 十年過去 今天這個聖地 是這個Family Promise的董事 這個叫做感人 感人就是把人家 坐在我身上的善事 變成我坐在別人身上的善事 當然就是這個意義 今天是聖餐主日 但聖餐呢 有很多的神學的含義 其中一個是感人 你記得當耶穌基督拿起杯來 祂說 注謝了 知道這個嗎 注謝是什麼 感人 Giftance 所以這個聖餐是一個感人開始 注謝了 你不去謝上帝是不可能的 所以耶穌就注謝了 感人 所以這個聖餐 這個杯 當我們領受的時候 真的是要持著感人的心 如果不是主耶穌基督 捨棄自己 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真的沒有今年的日子 所以我們最大的幸福 不是在財富 我們最大的幸福是在基督的身上 我們最大的盼望是在祂的救恩 我們最大的可靠 是因為上帝從來不忘記我們 這是我們最大的感人 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 我歡迎你一同 跟我們領受生產 請